《颜色是客观存在吗?》 20世纪以前,西方的科学家认为 物体的颜色是不依赖于新时而独立的客观存在 无论是白天或者黑夜,物体的颜色都是存在的 但是,20世纪,随着物理学和人体科学的发展 科学家认识到,物体的所谓颜色 只不过是某种光波与眼根相互作用而在心中产生的视觉反应而已 颜色是一种新时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我们再从以下几点详细分析一下 第一,眼根 眼根包括眼球,视神经,脑皮层死去 它们都是由细胞组成,属于物质实体 所以说,眼根是物质实体 第二,可见光波 由物理学可知 可见光波是波长380到78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电磁波就叫做可见光 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人类感受不到 就不叫可见光 像红外线,但某些动物或其他空间的生物可以产生视觉反应 光波本身并没有颜色 只是频率不同 波长不同的电磁波 第三,所见之物本身并没有颜色 它只是对某些频率的光波有反射作用 而对其他频率的光波有吸收作用 第四,所谓视觉 是可见光波作用于视觉器官 在心中产生的直接感受而变现出不同颜色的反应 光波通过眼球折射到了视网膜上 视网膜上有无数个感光细胞 接触不同的光子 接收了光能 然后通过视神经 传达到大脑的感光区 心识产生视觉 我们把视觉反应叫做颜色 简称色 每个光点产生的视觉反应 都有各自的点颜色 所有的点颜色组合成一个图像 叫色镜 当进入眼球的光波强度不同 便有明暗的视觉反应 表现为颜色有明暗 很多人认为 视觉应该是大脑的感光区产生的 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想当然 科学百科词条中 有关大脑的解释是这样的 大脑为神经系统最高级部分 大脑皮层表面的一层灰质 是神经细胞的细胞体集中部分 神经细胞 皮层身边的白质 白质内的灰质核 都是有机物组成的 是由分子和原子组合起来的 所以大脑 只是产生心识活动的物质基础 心识对色境进一步的识别 叫眼识 眼识包含四个方面 识别功能 即识别机制 识别对境 色境 识别的过程 识别的结果 一切外在的世间万物之色境 都是我们的心识变现出来的 外面没有色境 例如天上的月亮 你不看它的时候 月亮是不存在的 但是月球是存在的 月球只是反射太阳光 只有当你看它的时候 月球反射的太阳光 照入你的眼睛后 星识变现出月亮的色境 还有阴历三十晚上 太阳照到月球的光波 全部被地球挡住了 月球同样挂在天上 但是没有月亮 只有月不亮 我们从这里开始去理解 什么叫一切违心造 第五 不同动物 对相同频率的光波的视觉反应 是有差别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猫科动物 我们都知道 在没有可见光波的情况下 人类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 伸手不见物质 但是猫科动物 却能看见东西 只要有红外线就可以 还有其他各道的生命 对于光波的反应 更加不一样 好 我们总结一下 通常情况下 人类本能地以为 色镜在外面 跟心没有关系 是客观存在 其实 色镜属于心识的活动 色镜并不是被我们看见的 色镜是我们的心识变现出来的 就好像在睡梦中 在没有醒来之前 人类本能地以为 梦境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醒来之后 就知道了 梦境都是自新创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